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小Z 正常来说 狡猾的凶险都会将被害人的遗体 丢弃在渺无人烟的地方 或是用各种方式来灭阵 平心而论 其实应该很难被发现才对 但就是经常有无法估计的人出现 打破了这个逻辑 从而让警方介入 还给死者一个公道 甚至过去我们讲过的 苗栗无头女失命案 就是拾荒者想在垃圾车上 捞一些好糠的 却意外发现了尸块 而这位要讲的 也是一名不起眼的拾荒者 掀开了连续命案的序幕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树林大安息提防 金剑仰天中年女师 精炼金饰全都完好 手机包包不翼而飞 内衣暗藏神秘纸条 直指三重卡拉OK店 男友可疑行踪不明 脑麻儿却惨死家中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树林问奖 双失惨案 时间回到2004年 11月17日 在新北市树林 环汉路旁的大汉西畔 由于在堤防外的荒地 芒潮长得比人还要高 几乎没人会前往 大名徐皇者骑车来到这 发现了他这辈子 难以抹灭的可怕场景 上午我记得10点30分 他去采野医院 忽然发现说 怎么有一个尸体 面朝下 一个女的 走一个用弄的回来 赶快去三家拍手报案 我还这样看 停下来 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还挤过去 我说有问题 我还挤到50公尺 然后我转头 我又冲的回去了 我吓到了 几方监视人员 在命案现场搜证 被杀害弃尸的 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妇人 一位民众早上来到树林 巴德界偏僻草采野菜 一转头就发现一具尸体 这名女师年龄大约在40岁到45岁之间 身高大约155公分到158公分 上身穿着白底黑花上衣 黑色的长裙 实际上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脖子上有勒痕 而她胸前挂着一条手机挂绳 手机却不见了 因此警方初步研判 可能是被手机挂绳给勒死 而手机因此被扯掉 有一位附近的盲草 没有被压倒的情况 因此研判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只是被弃失于此 但眼前的问题是 这个人到底是谁 警方从穿着研判 死者应该是在查试上班的小姐 由于她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 警方正全力绝查她的身份 当时我们感觉是不是抹材害命 她还有金饰品 耳环 金戒指 好好了 这人小组来现场采证 结果从死者的内衣 调出了一张小纸条 是用报纸随手写的几个潦草数字 警方一度以为是六合彩名牌之类的东西 结果后来发现 应该是一支室内电话 打过去一问果然 跟死者有关键连结 就是由那个纸条去寻寻的六张街 那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小吃店 卡拉OK店 这一位小吃店 年代是说我这样子 这个不说很熟的 对啦 在那时在那边最多的 对啦 不在那在那 现在走到那边最多的 没太太强烈了 那里面好像有两三个 两三个 休假 刚好 因为17号发现嘛 17号 她15号晚上 偷这个女的在那个卡拉OK在上班 所以那个女的喝了酒 她说有一个好像固定的一个男的载出去 从那个巨方都知道说 有一个经常在道典问那个茶室 KTV的那些老板 她说有一个叫刘德河开机轮车司机的 死者是花名叫小燕的李璧霞 是茶艺馆的红牌 51岁连风韵犹存 离过婚单亲有一个儿子 但儿子说有一段时间没看到母亲了 显然这个问奖刘德河是关键人物 警方调查刘姓男子是开机车车为业 跟死者有金钱纠纷 还曾经透过家人表示要主动投案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开着机车车到处逃窜 而警方目前正在全力坠气当中 警方来到刘德河住处外买府 却晚了一步 调查监制器才发现他早就出门了 后来得知他还有个大儿子住在附近 才知道刘德河平常都会买饭回家 给行动不便的小儿子用餐 只是这一天却迟迟没有回家 十分的不对劲 于是晚间六点多 警方紧急请哥哥协助开门 却发现地理刘岳俊居然倒卧血泊之中 树林理性女子被弃尸荒野的案件又有惊人发展 就在警方锁定嫌犯有可能是死者熟视的 刘姓舰车司机的同时 晚上六点多 嫌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竟然也被发现 脖子上有明显泪痕 陈生在自己家中 确定他儿子那日死亡没有打斗的痕迹吗 他头上有被开枪吗 开枪可能当时没有死 刘德河用绳子刘德河 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 我们确定已经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刘德河做的案子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 刘德河真的很心杀了亲生儿子吗 又为什么连女友都要干掉呢 而且他家里还藏有改造手枪 种种疑点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警方向邻居访查更是傻眼 他根本是个好好先生 尸体从楼上搬运下来 杀死自己亲弟弟的凶手 可能就是自己的父亲 死者的哥哥相当低调 开气成车的刘德河涉嫌连续杀人 左右邻居都不敢相信 这人家里还是挺香的的啊 他太太是喜胜啦 喜胜刚过世了 农历七月吧 做人很好 以前只有听说他有跟一个女的比较好 那只是随便聊个几句啦 就这么讲过啦 那女孩子我也没看过啦 所以我也不晓得究竟是不是 我们平时在聊天泡茶 他都没有这个厌气说他儿子怎么样都不会 做人看起来蛮好的 439一横MA 有这个如果他有看到这个电视的话 他本身有看到他希望他能够回来家里 他儿子有这个状况 他爸爸出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案情 这样附一下 有了警方研判刘德河 狠心了结亲生儿子的生命 接下来很可能会畏罪想不开 于是紧急公布了车号 希望民众能帮忙注意这辆可疑的计程车 案发第三天中午 在桃园龟山文化一路 有运动民众 发现了这辆车停在路边没有熄火 而且问奖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紧急报案 涉嫌先杀死女友 气势大汉西旁 接着又杀害自己32岁 患有轻度智障儿子的嫌犯刘德河 19号中午在桃园巨蛋附近被警方找到 当时刘德河躺在车内昏碎 警方怀疑他可能是畏罪自杀 看到一个人躺在里面 躺在里面呼吸很急促 车窗都摇起来都锁死了 还在昏迷 刘德河躺在密闭的车子里浑身湿透 警方赶紧破窗救人 但拖出来的时候 刘德河已经奄奄一袭 如果我们在晚十分钟的话 他就死掉了 查获的时候 刚好奄奄一袭了 奄奄一袭了 因为他自杀 他本来想要几枪自杀 可能啊 比较残忍 刘德河的车上 留着一个高粱酒瓶 以及一把已经上膛的制式手枪 一旁还有五颗子弹 警方怀疑 刘德河本来是想要朝太阳穴开枪 但是没有勇气 最后选择服药自杀 服药吗 有服药 有喝酒 高粱酒 那目前生命生了 生命 应该是现在在急救中 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刘德河的轻声震撼了警方 因为所有关键的环节 全在他的身上 送医后昏迷指数只剩下三 表示他一直在鬼门关前徘徊 最后他昏迷了一天一夜 终于顺利苏醒 他自己却吓傻了 醒来的时候 诶 他以为是在地狱 他说我怎么现在是天堂 还地狱啊 他醒来的时候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他以为他已经走了 往生了 啊 原来我没有死 他说完了完了 他说我不死 可能也是会 将来也会判死刑 他心里是这样想 也没有上天堂 也没有下地狱 就干脆全部都讲出来了嘛 流行嫌犯首度坦承 是因为查识女子李毕霞 他与他疏远 又跟他要钱 他才会痛下杀鸡 用尼龙神将女友勒毙 弃尸在大汗溪的河床边 再加上自己 与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 刘悦俊相依为命 担心豪亡之后 儿子没有人照顾 才会开枪结束儿子的性命 刘德河原本是做女性成医 后来因为环境变差 生意不好 加上又要照顾小儿麻痹的儿子 以及糖尿病结肌的妻子 于是改开计程车为生 然而早在做成医的时候 他就已经认识了小燕 埋着妻子谈起了婚外情 而为了讨女友欢心 渐渐的入不敷出 他认识她是做内奖 有没有在树林 在内奖做旅馆 冰馆做内奖认识她了 认识她她想要 大家好像是说逢场作戏 本来是这样 我在想她出发点是这样 没有想一下子四五年就感情 感情越拖越深了 后来女子改到三重卡拉OK陪试 刘德河相当反对 妻子三个月前过世后 刘德河更希望她能够离开声色场所 没想到小燕一开口又跟她要了五千元 刘德表示身上没钱得回家去拿 梁仁仙跑去重庆桥下的停车场 发生了性关系后 接着驾车往树林方向走 一路上她却想起小燕是如此的利用她 还当着她的面打电话给其他男人咕咕嘴 于是她眼睛一红萌生的杀意 跟她坦白讲我要跟你分开 所以她很恨 因为她钱都花在那里 她开驾车很辛苦赚了钱 感情又得不到 金钱又损失 跟她争吵 气氛之下她要离开她 她把她掐死 掐死用那车吹死 这台掐死第一年 那我们这七大 都比较继续 好啊 你看看想起咱们 欢抢向寻爱 钱包空了 感情也跟着没了 气氛后隔天 刘德河经过提防 发现有大批的媒体 已经蜂勇而至 没想到事情这么快曝光了她 第一个念头 居然是赶回家里 先把小儿子给带走 她那儿子她说她不要不要 她不想跟她走嘛 她爸爸讲说啊我 我留着你 因为你又残障嘛 我没有帮我照顾你 所以讲起来很残忍啊 人 没有决定人的生命的权利 她还有哥哥啊 她儿子的行动不方便啊 陌生能力也有问题 而且我们说要带走孩子 手带蛮残忍的啦 又是对着自己的儿子呢 脑袋开枪 还有呢同一条那个 你弄死呢 这手下有两个烟粉 杀人气势后 刘德河很害怕 开着計程车在气势地点徘徊 刘德河说 事情曝光之后 他想到如果自己被抓 脑中风的儿子没有人照顾 就干脆拿出事先买好的改造手枪 朝着儿子的头部跟脖子开了两枪 32岁的小儿子当场死亡 现在唱歌有听到吗 好作人有听到吗 做到要加做到转到转 刘德河知道自己躲不过死刑审判 将一切全盘拖出 也把所有的枪械 证物一命搅出 被警察官依杀人等罪嫌起诉 依审判处无奇突袭 邻居议论纷纷 因为十一年前社区刚盖好的时候 刘德河夫妇一家人就搬来了 小儿子罹患小儿麻痹比较少下楼 但是夫妻都很热忱好客 想无聊 对啊 做人真好 他人家教育很多 你也没有想到 想不到我们家做的来 身体不好 不好也都在看 他们里面的冰比较清晰 真的吗 他们家里面的冰比较清晰 自己坐的人说 真不简单 邻居说 刘德河平常不太说话 常看他开着计程车 带着老婆孩子去看病 经济压力跟心理负担都很大 常看他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刘德河自己坦诚 去年底老婆过世 他就想到如果自己老了 没有人照顾儿子 就准备杀了儿子之后再自杀 所以早就买了三把改造手枪 随时准备带着儿子一起死 看着空闹闹的房子 邻居探口气说 早就猜想到 刘德河家里面会出事 只是没想到他杀了两条人命 最后悲剧收场 2005年12月15日 罪告院驳回上诉 法官认为他手段残忍 恶性非亲 而且没有跟死者家属达成和解 但考量他没有前科 有正当工作 犯后态度上家 维持无期徒刑 三审定业 我问他 你现在感觉到还没有想他 他告诉我 现在穿了 我现在没有 现在没收了 很奇怪 不知道是 整个拖子 以前睡着 脸上就想到他 现在穿了 实在是现在没收了 他的个性 我们十几年这样子下来 他大概就是 比较会走上 走上这一条路 他个性怎样 但他个性很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情字这条路不好走 很多案件都是卡在情关上 过不去 但有没有需要到杀人 来终结这段感情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而幻场上的感情 究竟有没有真爱 还是都只是金钱游戏呢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给我讨论 我是老子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